大家好,我是西安古城家门口 接着上期古高古林末带亡灵 高宝藏王墓 今天航拍一下这座位于西安的古高古林末带亡灵 它位于西安东北的国际港务区 孤零零的处理在一片荒地里 亡灵虽遭破坏,但因原封属硕大 至今还有座高大的土台残存 北面有一片挪尾荡 挪尾茂盛,甚是好看 据东北史帝2005年四期所述 子墓藏为古高古林第28位王 高宝藏王埋葬地 子墓藏为研究当事历史 以及唐与古高古林之间的战争 提供了重要线索 属于珍贵历史遗迹 古高古林的高宝藏王在位于26年 名高宝藏,一名高藏 是古高古林第28任君主 也是古高古林的王国之君 公元668年,唐与新罗联军 攻下古高古林都城平壤 高宝藏王被俘 被唐高宗任命为公部尚书 娶武则天唐兄 武为良的女儿 生子高德武 攻下古高古林后 唐朝无法控制古高古林故地 于是公元676年 任命高宝藏王为辽东州都督 朝鲜王让他管理辽东州 鲁鲁府 不过高宝藏王却联合墨河 复兴古高古林 公元681年 高宝藏王被流放四川 公元682年 高宝藏王族 赵宋之京师 与吉利木佐赐以藏地 兼为树碑 自从被灭国后 古高古林的贵族及大部分富户 与数十万百姓被嵌入中原各地 融入中国各民族中 可以说当时的古高古林精英 全都进入了唐朝腹地 我们熟悉的大唐名将高先知 同样是他们的后人 击败陀波 征服乌兹别克的撒马尔汉和塔什干 灭尸国 在对阿拉伯的战争大获全胜 使得唐朝在中亚的统治得到了巩固 就连当时比较强盛的海外国家 都称他为高山之王 古高古林另有部分留在了辽东 成为渤海国的臣民 而且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夺 自此古高古林国家不再存在于世 至此灭亡 关于高宝藏的儿子 高宝藏有四个儿子 信用他的三儿子高德武这一只最神秘 如果按资料分析 可能他的三儿子高德武在南满辽东 建了一个小高古林国 又存在了一百多年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期待点赞收藏这期视频给予鼓励 并关注下期视频 谢谢 请观看 请观看 请 Metropolitan 谢谢观看